来,我们就看课本的第91页 在上91页之前,要请你们先把笔记本打开 有几个单字呢,比较重要的,我们先上 好,这应该是第几个单字啦 18,来看一下第18个单字呢,叫做Key 第一个,先写个E 他当饲养的时候,你去看你要养什么东西 那你要养,记得这个 不然就是乐,加名词 不然就是乐,加名词 不然就是名词加S,也就是名词前面 一定要有个er,有个贯词,一定要拿出来用 第二个keep的意思呢,叫做保持 中文写上去哦,叫做保持 所以保持的后面呢,一定是一个状态 那一旦是状态的时候呢,他后面接的是一个形容词 anyj 所以keep calm,就是叫你保持冷静 keep quiet,叫你保持安静 再来写个三 他的第三个意思呢,叫做继续 所以像Johnny Werner的广告啊 继续,我写注意 虚太难写了 他的后面如果有第二个动词的话,请你加NG 你们看那个Johnny Werner的广告,他的那个slogan啊,广告的那个 他叫做keep walking 叫你要继续走 为什么,说最久,你还是要继续走 而且为了证明你没有喝醉,你要走直线 喝醉的人绝对不会说他没有醉 一定说他没有醉 然后这样走直线他都走s型 然后他就讲看,我走得多直线吧 明明都s型了 所以keep的后面呢,他如果有动词的话,请你加NG 好了,最后写个4 你们之前学过的叫shunkkeeper shunk是店 keeper呢,我把它加个1 所以你们觉得他的中文应该怎么翻 店长,还是店员 店长哦,对,就是店家的老板 那店员呢,叫clerk 不一样 就是拥有这个保持 不能讲饲养啊 反正就是我们这间店的人啦 所以店长,你们自己写上去 或是店老板,也是这个 1跟2,3,ok了吗 好,那我就把它删掉了 下一个呢,叫做pets 你们家有养任何的pets吗 有,好,那就记得 pets呢,叫做宠物 你觉得可不可数 可以吗?可以啊,所以你可以加s啊 你如果不加s,请你至少加2 会 也就是这几个要挑一个用 那你养的宠物 譬如说你是宠物狗 那叫做pets dog 宠物猫咧? pets cat 宠物鱼咧? pets fish pets fish 对,没错 看你养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pets dog,pets fish pets boy 有吧 有吧 你应该就是你爸你妈养的宠物啊 那不然怎么跟你这么好呢 所以不过现在真的有些宠物比狗病啊 逃狗病知道吗 比人还好 然后还有他们专属的美容院 然后每个礼拜呢要去修指甲 知道吗? 好,来下一个叫frisbee 这个字如果你们用word的打猫 他会出现红字 为什么? 因为他会觉得他应该打死 其实没差 这个字其实是小写 大写生章都可以 可是要提醒你们只有一个 请问你玩背盘 要不要饿? 要不要饿? 为什么不用? 对,因为他不是乐器 记得哦 他不可以有the 因为他不是乐器 只要是运动名称 就是直接加在后面就好了 所以playfrisbee 那也不加饿 因为讲完这个运动 不用特别讲一个飞盘,两个飞盘 不用 叫playfrisbee 这样就可以了 好,再来下一个单证呢 叫womp dog 走狗 走狗 真的吗? 当然是啊 怎么叫womp dog 对,就是溜狗吧 其实是狗溜你还是你溜狗? 应该是狗溜你 对,因为他的速度有的比你快 而且你会常常看到 在溜狗的那个 尤其是女生 根本就被狗牵着跑 对,所以应该是狗溜人 不是人溜狗 所以womp dog呢 记一下这个叫溜狗 不是走狗 不要写成走狗 好,这是一个几个 21 好,再来往西 我们应该到还有两个 下一个呢,叫做bent 有没有人未来想当这个职业的? 对 台湾应该还不错啦 就这个缓 这个 以后的群怒你该会比真正当人的医生 因为动物不会告你 人,一定要会告人 你知道吗? 那会被 最容易被告的是妇产科的医师 就小儿子生出来呢 如果长得不好看也怪医生的 对对对对,可是因为其实喔 像全部的医生被告的真的就是妇产科医师最多 然后也因为这样很多的医生现在在选科的时候 他们即便选择日美 他们也不会想要当妇产科医生 所以等到你们这个年代的时候啊 要生个小孩可能你们付出的代价会更高 因为现在妇产科医师越来越少了 那这个字呢? 你当中礼拜三的时候喔 你可以跟我先讲 就这个字其实本来他的胆字不是胆掉的 对很差 ok吗? 我不讲 你们自己不是在cherry吗? 不是不是不是 自己到时候去查 是第一拍手吗? 对,没错 好啦 下一个叫take 刚刚以前 之前你们就学过啦 来写个e 这个叫带 可是带什么人去什么地方 叫take人去一个地方 第一个是带某人去某地 第二个呢 请你写服用 所以记得吃药 不要用eat medicine 你吃药如果用eat medicine 就是那一碗里面全部都是药碗 不然就全部都是药粉 你知道吗? 把它当一碗饭这样子再吃 那个叫eat 所以你如果当成服用的时候 记得叫take medicine 还没完咯 还有 第三个 它的意思呢 叫做搭乘 而且这个搭乘呢 通常是大众运输工具 叫做搭乘 所以搭工车去学校 搭校车去什么地方 那这样take a 假设啊 take a bus好了 搭工车 这样take a bus 去一个地方 我写一个加 可是不能写换好 因为真的冲前面活有去 叫take a bus 去 somewhere 搭乘 好不好? 其实还有多意思 我们就先写这几个就好 好,这个ok的话呢 我就先提一下 就看一下你们的科本的九十二页 九十二页的上面 我们先处理 好,快速我们跟着捏一遍 我让他捏一遍 你们跟着捏一遍 1. Keep a pet dog Thank you dear 2. Play frisbee with the dog 3. Walk the dog 4. Take the dog to the vet 5. Feed the dog 好,我是利用时间 在这边找特本出来 好,第一个要套的是这里 叫pand dog 不管你养的重度是什么 就pand dog后面 加上你养的那个重度 第二个,重点要 play frisbee with 把这个with圈起来 和什么东西一起玩 第三个呢 叫roll zone 下面写个fly 一个开子 因为呢 类似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中文 有时候会有很多 放风筝,你知道吗 可是放 很多人都写put 不是哦 放风筝的意思呢 是让这个风筝 给背起来 所以放风筝的放 请你用fly 一个开子 点蜡烛的点呢 点 用这个字 叫light a candle 好不好 light a candle 所以有时候你的中文 有时候你就是可以帮助 学习啊 不过有时候有很多 误导你 像这种类似的 就要自己写上去 好,再来 第四个呢 叫take 什么什么 去 一个地方 带某人 或是带某样 某一个东西 去 一个地方 所以take the dog to the bed 就是带这一只 你们家的这只重度狗 去给兽医看 第六个 feed the dog 就是每天应该都要做 我的事情 好,这里呢 就请你们先写 这三题 我先按赞题 看一下 直接看答案 咯 来,第一题 第一个 听他念 I always play frisbee with my dog after school 第一题 没有问题 第二题 能够人做 帮我去 Julie, please 一个人 拿来 做动作 不要急 不要急 我们看隔离 再帮我打过圈 一次 看他有没有改错 好的吗 来 都让他念 2 Her bedroom is usually clean 3 Mr. Wang is seldom sad 4 Betty is sometimes quiet 5 My brother and I are often hungry before dinner 你等好 B后 动钱 拿来 剪达 放手间 B后 动钱 剪达 放手间 第二个 在这边 1 2 2 The girl always brushes her teeth after meals 3 Joe usually walks his dog in the afternoon 4 My father never uses the computer after 10 5 My sister often takes a bath in the morning 也就是这一夜你仔细检查 他的四个动词 因为他全部呢 都是第三人称单数 就是一个人 做动作 你要找超人 所以你要检查的就是 他的这个动词 有了超完之后 S就见了 这个不要忘记 再来 这里 好 Open 2 How often does she take her dog to the vet She takes her dog to the vet once a year 3 How often does Joe surf the net He surfs the net three times a day 4 How often do they see a movie They see a movie twice a month 5 How often does Jenny read English stories she reads English stories she reads English stories four times a week 谢谢 谢谢 谢谢